觀眾朋友 今天還是談兩個題目 北京治理香港再出澳部 這兩天大家看到一個震驚人心的訊息 對香港來講 民主只有更黑暗 沒有最黑暗 本來以為經過所謂的反送中抗爭 以及北京立的國安法之後 香港民主已經觸底了 不能再掉了 但是這兩天再往下掉 更加黑暗 北京人大透過所謂的解釋香港基本法說 只要你香港的民意代表 不管是區議員也好 立法會議的議員也好 你不愛國 你就沒有資格當立法會的議員 在這個解釋出來之後 香港政府馬上說 我有抓到了 四個議員不愛國 馬上取消 他已經是議員囉 取消他議員的資格 撤銷議員資格 這件事情對剩下為數不多的 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孰可忍 孰不可忍 集體總辭來抗議 而當拜登勝選之後 當全世界陸陸續續 對於北京治理香港的這種蠻恨 反民主的方式 做出制裁 以及譴責之後 為什麼北京還要出這麼重的手 是否在測試拜登的底線 下半場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上半場來談這到底是一個科學問題 對於健康問題 還是政治口水的問題 今天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痛批國民黨造假 國民黨用了美國一個屠宰場的影片 其中這些美豬 他們說皮皮刺 這樣 咖啡手臂 軟燙燙 一直刺 一直刺 因為要被屠宰了 而國民黨用這個影片來說明說 當豬隻吃了含有萊克多巴胺 瘦肉精的飼料之後 他就會導致身體極為嚴重的傷害 你看那批評就是這樣 這個時候陳吉仲說你造假 如果國民黨不撤下這段影片 而且道歉的話 就要去舉報 然後請檢調依照社違法 來重辦國民黨 國民黨的手法 我當時在造假 這是真真實實的影片 絕對不會下架 上半場來談一談 包括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爭議 包括影片真假的問題 乃至於包括臺灣民眾 該如何從科學 公共衛生食品安全的角度 再來檢視萊克多巴胺 來介紹兩位特別來賓 剛剛談到這一段影片 最關鍵最早的出處 也就是由臺灣的動物社會研究會來去引用說 其實活體主宰是非常非常不人道 而臺灣必須要改進 最主要當初的影片用意是這樣 我們來歡迎是執行長 朱貞鴻 貞鴻大哥你好 大家好 非常感謝 再來歡迎是我們剛剛談到 說的事情應該還是要回到科學了 這一段影片到底指涉的是什麼 背後有沒有科學的依據 而萊克多巴胺對豬到底是不是有具體的傷害 而對人又是不是有具體的傷害 我們來歡迎是研究了國外相關的 這些科學研究的科學月刊編輯的委員 廖英凱 英凱你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這段影片在播放之前 可能要先說明一下 這一段影片是國民黨為了號召說 大家要上街頭反萊克多巴胺的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栽自於來自美國的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美國屠災場 這個屠災場是專門去處理 有萊克多巴胺受漏金的豬肢 而國民黨並沒有再說這隻豬 就是因為吃到萊克多巴胺 但是其中這個影片也是在指涉說 萊克多巴胺對豬的傷害非常非常大 而這一段影片也同時是被農委會 指責說這段影片是造假的 這必須要先說明 否則可能會造成觀眾朋友的誤會 我們來看看國民黨這一段影片 說的到底是事實 還是農委會批評國民黨造假是有道理 我們先來看看這段影片 到底在講什麼 這是瘦肉精豬肢的屠災場 全世界多達一百六十國 禁用萊克多巴胺 他會造成豬肢情緒躁動 骨骼脆弱 豬吃了會生病 人當然更不能吃 危害人體健康的豬肉 你敢吃嗎 看不下去 聽出來 這就是國民黨這段影片 你要不要去參加 當然是每個人的選擇 但影片最早是由台灣動物社會 研究會所引用的 我想問的是那個曾鋒大哥 這個影片是在講豬吃了瘦肉精 就會變成影片那隻豬一樣 整個站不起來 用的頭皮皮刺 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的用意 是因為這樣 就是我們瞭解萊克多巴胺的爭議 許多爭議之中 一個是對人吃了含有萊劑的豬肉 有沒有爭議 那我們身為動保團體 我們要問的是這個萊劑 用在豬隻身上 它對動物有沒有影響 所以這是我們的關鍵 那我們去查了很多的資料 其實在二零一二年當年 國民黨政府想要引進的時候 我們就在立法院辦了很多的一個座談 也邀請英國的學者進來 包括英國食品安全局提出的報告的一個 一個主要的這個專家來 那當時他要 他本身是一個動物福利的學者 是 所以他要說明的就是萊劑 本身對動物是有問題的 有傷害的 那這個傷害 那我們要去找出影像來 這個證據 我們因為看到的都是科學的paper 那我們要去找證據 那當我們後來我們知道 在這個網路上看到 有一個團體 當現在這個團體叫做 Animal Overlook 就是叫做動物展望 那個時候叫做 Compassion in Overkilling 意思就是 他是在倡議人道屠宰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調查影片 那我們就問他說 你這個調查影片 是在哪一個屠宰場等等 問清楚之後 那我們知道 其實那個團體也好 我們也好 就我所知 國民黨這個 在做這個影片 他們也先去問了這個團體 是 去確認說 那這個是不是瘦肉精的 吃了瘦肉精的這個豬隻 那那個團體跟他講說 不是 我沒有辦法證明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的是 這一家公司 他的養豬場 以及這個屠宰場 他所寄來的豬 都是有瘦肉精的豬 OK 所以在這個影片裡面 你看到這一句話 他說的是 國民黨這個影片說的是 這是瘦肉精豬隻的屠宰場 在我們的這個新聞稿 以及我們的影片 或者記者會上 我們要說的也是 這個瘦肉精豬隻 會有很多動物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贊成 在國內 我們不贊成使用 在國外 也反對國外用 也反對 那當然進來我們也反對 所以我們用這段影片 第一個請教你 第一個說 這是幾年前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他其實拿這段影片 除了說 反對所謂的那個活體屠宰 反對瘦肉精 用在飼料上 其實主要拿來 是要打國民黨的 之前 之前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這個影片 在二零一二年的時候 我們沒有這個影片 我們這個影片 其實是今年 今年才找到 民進黨政府 所以要進來的時候 我們再去找說 那我們一方面我們翻出 當年我們就出了這個 這個評估 了解 這個評估 然後我們再一次 我們再想去找 但這段影片 最原本的用意 跟瘦肉精是無關的 而是在反對 所謂的這種 不人道的屠宰方式 所謂的活體屠宰 不是活體屠宰的問題 而是他是不人道的屠宰 比方說他 他可能速度很快 因為他一個小時 要一千三百頭 那陳吉仲講說 原本的岩石影片 從頭到尾都沒談到 萊克多巴胺瘦肉精 這個影片 陳吉仲說的是對還是錯 這一點是對的 這一點是對的 但是不對的地方 是他只是間接的證據 那你也不能排除他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生產瘦肉精的豬隻 這個屠宰場 確實殺的呢 是有胃瘦肉精飼料的豬 對 也就是說 理論上這隻豬 應該也可能吃到瘦肉精 是的 這就是我們的推論 但並沒有說 這隻豬之所以 我們再很快來看一下 這個影片 這隻豬之所以 你要帶一個帶一個 這樣腳掌握 你們幾隻 這樣吻的頭腳 並沒有原本的影片 或是專家 或是科學家說 他的這些反應 這些動作 就是因為吃了瘦肉精 沒有這個說法 沒有這個說法 但是我要說 我要說明的是 在很 在我們所得到的 這個paper以及歐盟 這個評估裡面 是說豬隻 除了這個吃了瘦肉精的豬隻 會有這個現象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 因為個體都會有狀況 他是比例會增高 增加他的這個驅趕會困難 他會攻擊性增加 他會造動不安 那以及 比方說有人會說 那可能是他 因為虐待他的關係 但是我們對臺灣的屠宰場 狀況我們也很瞭解 受到緊迫 受到內涯的豬隻 他可能完全不動 或者是癱瘓等等 但是像這樣抽去的 這個狀況 這個是少見的 換句話說 沒有說這隻豬 是因為吃了瘦肉精 而變這樣 但也沒有證據說 他這樣子跟瘦肉精 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錯 我們頂多只能談到說 這隻豬 在這個屠宰場裡面 很可能是作為一個間接證據 所以說瘦肉精 可能會對豬隻有傷害 但沒有辦法說到 這就是直接很殺力的證據 這樣 對 這樣說法是非常中肯 瞭解 那我再請教一下殷凱 我們必須要回到科學 不然每次都扯政治 都會不會刷 國民人說你看就是這樣 所以這張豬 這樣損到這樣 我們人敢會這麼窄 民進都說 這個造假 說實在這兩個 談的是不一樣的層次 兩個都有道理 兩個也都沒太道理 第一個這個屠宰場確實呢 是有用瘦肉精飼料的 第二個這隻豬 確實是這樣子 第三個 並沒有任何人講說 這隻豬 這樣子 是跟瘦肉精有直接劃上等號 所以了不起 我們是可以用推論 做間接證據 你如何從科學理解這個影片 我想大家可能會有印象 農委會主委之前有說 農委會做一個五百一十四篇 的一個文獻的回顧 然後來告訴大家 這個萊克多巴胺 對於可能健康的正面負面的印象 那事實上我們在科學月刊 在科學媒體 其實我們也做了類似 我們也做了五百一十一篇的文獻回顧 那我們其實發現 有談到對於 不管是對豬 或對人有負面影響的文章 確實是有 而且跟農委會的比例是一樣 百分之四 二十一篇 所以在這二十一篇文章中 大概有十篇的文章 確實會提到 如果豬或牛這些 我們平常拿來使用的 的這個肉類 代表應該說動物啦 那他們如果在服用了萊克多巴胺 或其他瘦肉精的時候 確實會對 所以無論是可能運輸運輸的過程 養殖過程 或是在即將要被屠宰過程 的確會有不良的行為 或是不良的一些運動的反應 壓力的反應 的確是會比較糟的 所以確實過去歐盟 有許多的團體 會因為動物的福利 而主張 不應該使用瘦頭精 大概也都跟這些 極少數的研究是有關係的 但不過反過來說 農委會過去也曾經主張過 他們看到的正面文獻 有百分之二十三 但我們在 在我自己的回顧之中 我發現正面文獻其實只有百分之二點三 也許也許出了一些 大家編碼或文獻回顧的方式 不一樣 但是我們自己看起來 認為就是吃萊克多巴胺 會對動物或對人體的健康 有正面效益的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但總括來說 整體學術的共識來看 也許可以給大家先快速一下 看這個圖 那就是藍色的叫做 那五百一十一篇文章中 不涉及健康的敘述 與健康無關 就告訴大家怎麼吃 換肉率是多少 紅色的比較可怕嗎 紅色就是跟有涉及 有涉及負面的表數 只有百分之四點一 紅色就是吃了瘦肉精之後 對豬健康真的有傷害 對所有的生物 不管是豬 包括豬人 狗 或是可能大家最常做研究的斑馬魚 或像前陣子很紅的一篇文獻 用果蠅來做研究 只要有負面 有負面的 就是有負面現象的 我們都把它統計起來 大概是百分之四 但認為有正面的 也就是學術文獻上 明確地說出 吃萊克多巴胺 不會對健康有影響 不會對生態有影響 其實只有百分之二點三 二點三跟四 其實也不是絕對的差距 對 所以如果按照 單純的按照比例來看的話 我們應該要說的是 今天的多數學術研究 沒有關心健康這件事情 瞭解 從科學的角度來說 這件事就是 目前的科學 並不足以告訴我們 吃瘦肉精 對豬 對人 有絕對的好 或絕對沒有不好 這樣子 是的 這也是為什麼像 Codex或JECFA 他們二零零四年 就已經做出了 跟萊克多巴胺有關的 這個殘留量的標準 可是到過了這麼多年 美國繼續用 可是到了其他國家 歐盟 中國 俄羅斯 他們也會提出他們支持的研究 認為這個 Codex和JECFA是不可信的 但我回到剛剛那個影片 我就說 其實他就是一個拍的影片 但他不是一個科學上的一個研究 因為如果科學研究 其實就我來講應該很好做 如果這個屠宰場 都是殺有瘦肉精的豬 另外一個屠宰場 都是殺沒有瘦肉精的豬 那麼這些豬隻 顫抖的比例 這些豬隻 沒有辦法行走的能力 比例上 應該會有顯著的差別 而現在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這種研究 這個有 這個是有的 我想剛剛這個英凱說的 就是說有這麼多 500多篇 但是只有4%是顯示有負面的 但是這邊要說明一點 就是他這個500多篇的研究設計的問題 他不見得是要去探討 動物有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他只是要談經濟的問題 對他要談的是有沒有換肉率 你如果吃了之後這邊有問題 他就補充別的東西 他很多談的是一個產業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說的是 有這十幾篇的這個 這個對動物有影響 對我們而言 他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要有 你的問題設計 要是要往這個方向走 你才會去評估它 才會去瞭解它 是 所以這個是 所以歐盟才會認為說 我不要用動物 因為他他的觀點 就是除了食品安全之外 他要談的是動物福利 也許母數不應該是五百多篇 有關瘦肉精的論文 母數應該是了不起五篇 十篇有關瘦肉精影響健康的論文 影響動物福利 或者影響動物健康的這個問題 反過 加起來大概只有四十篇左右而已 對那反過來我們說的是 用在人吃了含有萊劑的豬肉 對人有沒有影響 這個問題反而是更少的 所以歐盟是認為只有那一篇文章 如果你只有那篇文章 你無法去判斷的時候 他沒有傷害 不過我這樣完全無意對 萊克多巴胺做任何的解釋 或是脫罪 當然就人類的判斷來講說 如果對豬有影響 豬吃了有這麼嚴重的副作用 那人在吃豬 理論上應該也有副作用 但這是兩個層次 吃了飼料之後 對豬造成神經 或其他方面的衝擊傷害 跟人吃了這樣子的豬 是不是又會對人的傷害 我覺得最最大的關鍵是劑量 是 就吃了多少量 因為人不是直接吃 是 人不是吃飼料 人是吃豬肉 那如果豬肉殘留的量 達到危害人體 那當然也會造成傷害 不過我們來看看 回到這支影片 國民黨的這一支影片 他說這是瘦肉精的屠宰場 全球有一百六十個國家 禁用萊克多巴胺 它會造成豬隻情緒造中骨骼 骨骼脆弱 豬吃了生病 人當然不能吃 那農委會房檢局長說 這個是Animal Outlook 所拍的影片 這是在談屠宰流程 完全沒談到瘦肉精 這個影片搭配不實的文字跟旁白 這個會導向說 豬隻用瘦肉精有關 所以誤導社會大部分 會造成社會恐慌 陳吉仲說 百分之百移花接木 百分之百不實影片 如果你不道歉 不下架 就會移送警政來偵辦 國民黨 國民黨主席 將請成說不可能下架 這個是經過學者NGO 還有媒體確認之後 才會公佈的 這個影片也經過台灣事實 查核中心資料 我們來看看這個爭議 到底對民眾來講 該如何去理解 影片場景是在美國屠宰場 一隻豬躺在地上抽搐 接著跳到另一個畫面 豬隻一腳跪地 發抖站不起來 國民黨臉書專頁10號 貼出這段影片 指出豬隻吃了萊劑 會生病 號召民眾走上街頭 反政府進口美國萊豬 但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指出 這是2015年明尼蘇達州的屠宰場 推動快速屠宰 豬隻顫抖 勢在探討 遭不當對待的人道福利議題 跟來際無關 這個百分之百是移花介幕 百分之百是不死的影片 如果國民黨願意下架並道歉 我們就不會移送給警政單位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會儘快地來移送給警政單位 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林維州 強調影片內容與國外動保團體 動物展望確認過 此場確實是萊豬屠宰場 反而要求農委會道歉 重新檢視美國動團的影片 豬隻躺在地上的畫面 所配的旁白是豬隻遭不人道對待 十分驚恐 到底豬隻是因為吃萊劑 導致這樣 還是因暴力對待不斷顫抖 國內動保團體認為 雖一時間難以斷定 但影片確實顯現 豬隻吃了萊劑 會更顯焦躁不安 上有立院金委會 續審農委會預算 國民黨立院黨團揚言 如果農委會質疑以公堂 對國民黨提告 他們要反告污衊 也不排除罷審預算 主委陳吉仲澄清 並無主動提告 而是希望影片下架 案件也尚未移送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我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在談這個影片 該如何解讀 但現在問題倒不在於說 到底那隻豬 是不是吃了萊克多巴胺 而是在於說 現在其實有 雖然不多 但是也有一些學術 認為這樣講說 吃了瘦肉精的豬 確實會導致豬隻的身體 明確的危害 我們來看看 包括北醫的胸腔科 蘇一峰 蘇醫師他說呢 吃了瘦肉精 特別是萊克多巴胺 會活化豬的交感神經 那增加蛋白質 那因此呢 他的肥肉就比較少 三肉就比較多 煩惱率比較高 比較好賣 價值比較讚 但是呢 豬因為吃了這樣子之後呢 會心計會高血壓 所以交感神經 會比較活躍一點點 那萊克多巴胺代謝是很快的 肉品含量很低 不太會影響人類健康 這是蘇一峰所說的 如果吃太多也會噁心 頭暈 重點是吃太多 但吃多少 以及每個人的耐受程度 那可能又不太一樣 老人孕婦幼兒心血管疾病 要注意這些所謂的劑量的問題 那榮總的楊正昌 楊醫師他也談到說 有沒有危害 跟劑量有絕對的關係 吃很多跟吃一咪咪 當然影響差很多 確實國外沒有對人體危害 健康的報告 確實沒有 但豬有 對 那當然如果人直接去吃飼料 那肯定也會這樣子 但人不會去吃飼料 人會吃豬 那目前沒有足夠的證據 讓我們放心 或讓我們每天非常擔心 這樣講比較客觀一點 那餵萊克多巴胺的這些動物 因為餵得很高 每天三餐都在吃飼料 所以會焦躁不安顫抖 那人吃的不是飼料 是殘留少量的肉品 好 我再請教一下英凱 所以我們就回到科學的態度 來面對人要吃的是豬肉 人要吃的不是飼料 但豬吃的飼料確實會有傷害 而確實會殘留 因此我們訂了一個安全的殘留標準值 我們只要再低於這個值 是否我們就可以相信科學 告訴我們說不用那麼擔心 嗯 我認為在多數正常人的狀況下 目前政府訂的殘留標準值 是可以被相信的 因為我們的雖然今天有提到說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人的證據 對不對 我們沒有拿人做過實驗 然後大家都會占我們 我們只有六個人的數據 然後就要推到全世界 但事實上科學家在面對這種 不確定性的科學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不確定系數 安全系數的設定 我有許多的假設 我假設人比牛 人比豬脆弱十倍 這個假設可能是錯的 但我先假設脆弱十倍 我假設脆弱族群 一定會比健康族群又脆弱五倍 所以我等於是用動物 用有限的動物 用有限的人體實驗的結果 然後再除以一個五十倍 最後變成了我們等於是JACFA 他們建議的一個殘留標準 那但是這個殘留標準 就是有點像是美國人做的 你拿到臺灣來用 你一定要有些因地質疑的方式 所以這也是之前的這個 陳大的李軍 李軍長老師他們 他們會作為一個國內的風險評估 目的就是希望知道 符合國人的設施習慣 我們要不要再修改 再加研一下國際的標準 例如說我爺爺才去初吃一碗豬瓜湯 美國人才會去喝豬瓜湯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 比較危險的地方是 對於我們的飲食習慣來說 我們的豬肉幾乎是每一餐都在吃 是 早餐 午餐 晚餐到下 幾乎每一餐都會有豬肉豬肉 但是這對於可能歐美的飲食習慣來說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事實上有一些學界就在表 就在去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不應該用今天研究 今天研究所研究的是一種叫ADI 就是一種急性的劑量的反應 是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做一種CDI的研究 就是每天設施 很長時間的研究來看這個 這個新興的毒物 他對身體的影響 不過我也想要趁機再談 雖然有一派的學者是這麼 這麼的主張 但有另外一派的學者 他會有個結案不同的主張 他會去強調說 所謂的萊克多巴胺 他在豬的體內 會經過吸收分布代謝排泄 同樣的這個豬肉 到了人的體內的時候 還會再經過一輪吸收分布代謝 所以有可能就算萊克多巴胺 他是有問題的 但是你在豬的身上 已經會代謝過一次 而且比方說豬經過斷食的方法 讓豬就是肉品的殘留量變少 到人身上的時候 又再被代謝一次 所以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會產生的負面的反應 會變得極低到可以忽略 但是這也只是對於一般的族群 健康的族群 可能就像我們這樣看起來很健康的族群 但就像是 比如說蘇伊豐醫師講的 如果是老人孕婦 或是今天 我們已經很清楚知道 萊克多巴胺 對於心血管是有不良的影響 是 所以如果你是本身 有心血管疾病的話 你就盡可能讓自己不要去接觸到 可能有萊克多巴胺的肉品 那下一個問題就會是 我們如何讓自己 假設你是特別的敏感族群 你要怎麼避免讓自己接觸到的問題 OK 那就是清楚的標示 以及所謂的產地跟內涵 內含量的這些問題 對 還包含可能 不管是市場的抽驗 邊觀的抽驗 就像今天發生的新聞 美國來的牛肉 美國的牛肉麵 不代表他會撿出來 克多巴胺 然後我們在過去的文獻回顧之中 也發現二零一二年 那時候二零一二年以前 美國牛還沒進來 我國也沒有開放使用瘦肉精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南臺灣的河流 以及我們在南臺灣 就已經發生有一家七口 就出現的吃禁用的瘦肉精 然後吃到食物中毒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就要來請教一下 大家來思考一下 如果我國沒有開放肉品 也沒有准許使用 那環境為什麼會殘留 民眾為什麼會吃到 而且還吃到食物中毒 OK 所以我們的就是政府的法規的 我覺得政府法規的管制 他恐怕不只是在美國的牛或豬 進來的管制 他同時之間也必須考慮到 今天國內的狀況 不過鄭文大哥 我們大概今天不太有時間 去談所有的動物權的部分 那我真的覺得說 那種屠宰的方式 包括現在臺灣屠宰的方式 都很有很大的問題 包括我們其實一直在標榜 溫體豬肉 其實說很難聽 這個這樣講出來 一定很多人要罵我了 包括屠宰的方式 包括運送過程 通通沒冷藏 我們說溫體豬肉最好吃 你都不知道 那個肉點頭 那個細菌啊 那多少那個 那些壞東西 尿刺 膠袋在那裡塑 這種的 但我們標榜是溫體豬肉 不過我們今天大概很難談這個 我們還是要回到人身上 第一個就是說 瘦肉精對豬有傷害 理論上過量對人一定有傷害 所以能避免就盡量避免 那因此就在於說如果政府非開放不可 包括清楚的標示也好 包括校園 包括其他的地方說 我們都用本土豬也好 這樣是不是足夠確保民眾的身體健康 就光從這一點而言 我覺得是很很難以 沒有辦法去劃分校園才有問題 因為敏感族群不見得只有在校園 他很可能軍隊裡面也有敏感族群 警察裡面也有敏感族群 那一般人也有這個敏感族群 所以問題在於敏感族群 而不是在於畫個區域說 這個校園要進 某個地方要進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其次我認為所謂的標示 然後要去積合 我們要曉得其實現有的食品安全 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政府的積合能量到底有多少 所以真正做了標示之後 還要有積合你才能真的做到位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積合的能量 是不是真的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為了這個標示我們的整個的食品的安全 這個機額都要投進去 我是打問號的 所以第一個 你沒有辦法用區域空間來劃分 是敏感族群的問題 這是你剛剛講的劑量的問題 第二個你的這個積合能量 沒有辦法做到 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第三個我要問的是 我們有沒有其他的方案可以選擇 還是一定我們必須要接受 有萊劑的這個豬肉 因為其實在美國萊劑的使用量 他也是被受被受懷疑的 是 萊劑的使用也被被受懷疑 不僅僅是豬肉而已 而且是這個 不僅僅是動保團體 消費者也不贊成 不過總統大哥 我用一個比較正確 政治不正確的來請教你 當然我知道您吃素 最好大家都吃素 可是如果你是高風險族群 心血管疾病的啦 那或者是說那種所謂的 你對內什麼 你可能會比較容易中風的啦 這些高風險族群 你真的不應該吃那麼多 油膩內臟的東西 我們有研究說萊克多巴胺 對人體有傷 有有對豬肢有傷害 那很可能對人體也一定有傷害 那同樣我們有很多的證據說 包括紅肉 包括脂肪 包括那些那個內臟殘留的這些重金屬 對人體當然傷害也許更明確一點點 所以我們如果對那個東西的危害放著 然後只看瘦肉精 感覺上這也不太符合科學的邏輯啊 問題是我們一般是 我們是民眾 一般的民眾只能只能去選擇 就你沒辦法告訴我 我應該吃什麼不應該吃什麼 所以你只能盡量要求 我們民眾只能說 你所提供的市場上的東西 是盡量最安全的 不應該讓我吃到的東西 我不要有 那我覺得這是正... 你剛剛講是對民眾的這個要求 但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公共政策的問題 民眾要吃豬肝 吃豬肾 那是民眾自己的選擇 對 但政府必須要把持住市場上 至少是比較安全的豬肉相關成品 對 對你既然說台灣的豬肉 不會有這個萊格多巴胺 但是美國的豬肉 有萊格多巴胺 我覺得這個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的 這個是一個社會政策 溝通的問... 政策的社會溝通的問題 而不是說我進來 然後我就... 我...我...我標識就好 你不要吃就好 這個區域畫一塊說不要吃 這一群人不要吃就好 這不是一個政策溝通的方式 不過那...那我再請教一下英凱 那會不會這個部分 又有一點不太科學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求是那個很pure的 絕對安全的 事實上不可能有這種東西存在 所以如果我們要的是說 絕對安全的 美國豬肉 美國牛肉 恐怕連台灣自己都做不到 我覺得這邊我想要傳達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是我們看待風險時 大家要小心 就大家很害怕化學物質 對不對 聽到化學物質那個名詞 那個化學是看起來就毛毛的 所以看待萊克多巴胺或其他食品添加物的時候 很容易會有抓小放大的問題 像剛剛主持人特別有提到溫體豬肉 溫體豬肉其實有傳染病的風險 那我們如何去計算說 國產的溫體豬肉和美國肉品大廠 這個全程冷鏈 可是加萊克多巴胺 到底哪一個最終對健康的風險 是比較少的 這件事情很難衡量 可是這件事情必須 大家必須要去記住去討論它 因為如果今天我國的肉品生產 也可以像美國的肉皮大廠一樣 就全程做到冷鏈 然後無菌 殺菌都做得很好 那這個時候 美國的肉品對於我們來說 事實上就更沒有競爭力了 那我想傳達另外一個概念 是歐盟興起 近年來興起的叫做clean label 捷徑標章 他其實想要告訴大家 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聽過原型食物 就你吃東西越接近食物原本的樣子 添加物能夠少一點 那一定是會比較健康的 但這個換來的可能會是 做菜上面的比較不方便 或是外食族的比較不方便 但這個地方的確就會是犧牲 但我們也不能夠說 就是因此而犧牲掉外食族的權益 所以我確實也同意 就是吳宏老師所講的 就是如果當你沒有得 你可以選的時候 你當然應該用clean label的方式 去選擇添加物少的食品 可是當你沒有辦法選 例如像是學校的營養午餐 可能警察的公餐之類的 團散 對 團散的時候 那這種時候 你確實需要有一個更上位的 也許是政府或什麼東西 能夠至少做一個 最低階殘留量的把關 那我再請教英凱 所以很顯然您也認為說 現在公部門在說要開放美國 符合標準的瘦肉精豬肉 然後進來臺灣對民眾溝通 還有不足的地方 是 那要做什麼 我認為目前政府在談的標示 例如產地標示 我其實覺得產地標示是有問題的 政府應該要做的 其實是成分的標示 剛剛有在節目中事務談到 你要告訴我 如果這個豬有含萊克多巴胺 他的成分 他的濃度會是多少 然後如果他沒有含 那政府如何幫民眾去把關 去確保廠商說 我們不用萊克多巴胺 就真的沒有 那要達到這一步 你需要靠的就是 邊關的抽驗 進來的時候 偶爾需要抽驗一下 以及市場的抽檢 那我認為 我就對我來說 我想像中的政府 做到這一步 大概就會讓我買 就買得比較安心一點點 也就是說 希望明年一月一號開始 因為我們就明年開始開放 你在市面上 不管是Costco也好 頂好也好 或是其他的這些通路也好 你買到的美國豬肉 希望可以蓋一個說 瘦肉精零檢株 或是本產品不含瘦肉精 或是本產品的那個 萊克多巴胺 符合標準值 或者是他的標準 這個驗出來呢 是值是多少 讓民眾有更明確的選擇的可能性 而不是只說這美國豬 這臺灣豬 美國豬也沒有萊克多巴胺 沒錯 加拿大 說不定也有 含有萊克多巴胺 那那間有什麼米店 就是這樣讓我把它弄掉 因為他禁的是美國的牛肉 那行政院就說 你看你也是美國牛肉 你就有萊克多巴胺 結果好使不使他拿出來 我沒有驗出來 萊克多巴胺的證明出來 這個是作為行政院 必須要再思考說 再跟民眾溝通 除了要去告國民黨 這個事情之外 恐怕跟民眾溝通 才是更更重要的